英国金融时报22日披露 中国计划在明年3月前 用临时行政长官取代现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消息传出后引发舆论哗然 中国宣传机器也全面动起来 大动作澄清传言 综合媒体报道 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官方的英文推特 在23日下午3点多罕见发出推文 批评金融时报有关北京计划更换林郑的报道 是别有用心的政治谣言 中央政府将继续支持林郑月娥 并配了一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主持记者会的照片 接着华春莹就在当天下午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使用完全一样的用语 批评相关传闻是别有用心的政治谣言 而新闻当事人林郑月娥的特首办公室 则回应对于相关揣测不予评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时报的报道中 被点名接任林郑月娥的前香港财政司 及政务司司长唐英年 也透过发言人答复不予评论 并称会支持林郑担任行政长官 相关人等一律禁声 也引发外界更多揣测 香港立法会今天召开大会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会上动议 恢复二读辩论逃犯条例修订 正式宣布撤回条例 联合早报引述《明报》报道 李家超指港府今年2月提出逃犯条例修订草案 4月3日在立法会首读 5月27日向立法会预告 6月12日将恢复二读 但由于公众意见分歧 社会出现矛盾 政府经研究及检讨 决定暂缓修理 他也在6月15日致信立法会收回草案 恢复二读辩论的预告 立法会大会处理修理的工作因而停止 李家超表示为更清楚明确表明特区政府就逃犯条例修理工作的立场 今天在立法会宣布撤回修理草案 不过报道指有议员在李家超宣布撤回修理之后 提问他个人是否会就修理引发的严重社会动荡和撕裂向公众道歉 李家超则以无补充回应 根据自由时报 港府为了更清晰明确表达条例立场 正式引用议施规则撤回条例草案 撤回整个程序过程 李家超发言仅两分钟 随即离开会议厅 全程仅耗时五分钟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10月23日上午 与未出席天皇即位李正殿之仪 而访日的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在东京元赤板的迎宾馆举行会谈 双方被认为就习近平预定明年春季 作为国兵访日等中日的合作关系进行了交流 综合日媒与其他中文媒体的报导 安倍与王岐山一致同意 要致力促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春访日 此外安倍也向王岐山表示 有消息传出中方拘留一名 现年40多岁的北海道大学男性教授 并指称他是间谍 希望中国方面查明 据日媒报导 该名教授曾任职于外务省和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可能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 港媒报导指出中日关系近来较为热络 安倍与王岐山都认为中日两国进入发展新时代 双方应共同致力于建构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有学者认为 安倍对于中日关系新阶段的表态 与日本外交并不矛盾 无论如何就算要加强本国防卫能力对抗中国 还是必须在政治层面对话 人脸辨识监控系统在中国内地广泛使用 已不是新鲜事 然而彭博报导指 香港警方至少在三年前就已经具备有人脸辨识功能的人工智慧系统 综合港媒与自由时报报导 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指 香港警方用的这套澳洲的系统 可以透过人工智慧 扫描任何片段中的人脸与车牌 并自动与警方的资料库做比对 在人群中找出犯罪嫌疑人 而且据悉已有数十名警员接受过训练 至于有没有在近来的反修例风波中使用 则是尚未确定 不过彭博报导也提及澳洲的这间公司 并未针对香港警方是否使用其人脸识别技术进行回应 仅止公司软件可保密身份 而且整体收入只有少部分来自香港 此外香港警方对此消息也无任何回应 中国副总理刘鹤21日出席会议时提出 要求各个有关部门进一步做好清理 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 确保在今年全面完成 而这也是在过去三个月以来 他第二次公开强调这个问题 发广引述南方日报8月的一则报导指出 截至7月底广东省各级政府部门和大型国有企业 共排查拖欠中小企业账款49.47亿元 以清偿28.54亿元 刘鹤在会中说到 目前进展总体顺利 但各地工作进展不平衡 存在的问题依然不少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他指出这不仅事关政府信用 更与经济增长 社会预期 就业名声密切相关 是重要的政治任务 刘鹤说市场讲信用 欠债必还钱 责任要落实 要强化督导检查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加强跟踪评估 确保今年清欠任务全面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 他曾在7月出席国务院促进 中小企业发展相关会议时表示 当前我国中小企业发展总体是好的 但也要清醒认识到 受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等因素影响 中小企业发展面临不少困难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美国NBA最新赛季今天早上开打 大家都很好奇 中国到底会不会转播 根据中央社报道 央视今天没有实况转播 而腾讯只有直播第二场 尽管之前 火箭队总经理莫雷 一篇称香港的贴文 在中国引发轩然大波 但是大多数中国球迷 还是设法透过各种管道观看比赛 有消息人士透露 腾讯面临各方的庞大压力 但又不能不顾业绩 所以最后才做出停播第一场 多伦多暴龙队出战 纽奥梁提湖队 直播第二场洛杉矶快艇队 对湖人队之战 算是一种折中的结果 事实上腾讯之前曾巧巧复播 NBA季前赛 一度被中国球迷视为新球季的精神支柱 万万没想到今天第一场开幕战 只有文字而没有画面 让球迷一片错愕 另一方面代表官方立场的央视 却完全没有播出NBA节目 而是改成播放在武汉举行的 世界军人运动会 有网友认为 虽然还是有不少酸言酸语 表示去看NBA 但从今天网上 对于比赛的讨论热度来看 和过去没有太多差异 显示中国球迷对NBA的热爱 并没有因为风波大幅减少 美中贸易谈判即将达成第一阶段协议 能不能谈得成外界都在看 近来有媒体翻出 20年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谈判末期的往事 希望能作为美中谈判 在关键时刻的借鉴 香港经济日报报导 1999年11月15日 是中美就中国入室谈判的最后一天 但双方针对一些关键议题 陷入胶着状态 在此之前 中美代表团在北京 进行了六天六夜的艰苦谈判 时任总理的朱荣基 在15日最后一天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脱身离开 亲自参加了中美谈判 当时他誓言今天一定要签协议 不能让美国跑了 中国入室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回忆 当时中美之间还有七个问题 无法达成共识 在朱荣基到场后 美国再次抛出前三个问题 一心想达成协议的朱荣基 全都答应 此时在一旁的龙永图 召集了地址条给朱荣基说 国务院没授权 但朱荣基仍不听劝 等到美方抛出第四个问题时 朱荣基便说后面四个问题你们让步吧 如果你们让步我们就签字 五分钟后 美方便同意了中方的意见 当天下午 中美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市场准入协议 报道引述龙永图的话表示 如果朱荣基没有亲自参与谈判 中美可能会推迟五到十年才达成协议 文章认为朱荣基当机立断 有承担在今日陷入僵持的中美角力 深具启示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乡堂村上千名业主 18日围堵镇政府 要求解释他们合法购买的房屋 被政府以违章建设论处 并将他们驱离这片土地 这些业主被责令近期搬迁 同时政府拒绝做出相应补偿 有抗议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的住处是20年前1999年 经过各级单位盖章的协议 但政府却只给三天要住户自行拆迁 另有住户表示 这些房屋都是经过国土局盖章核定 政府却想以后法来管前世 基本上没有道理 报道指根据崔村镇政府 19日发出的通告 该村10个区建筑面积达3万多平方米 经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认定 为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 违反了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29条的规定 属于违章建设 据业主委员会透露 此次拆迁由北京市市委书记蔡奇 亲自挂帅昌平指示试点 当局要赶在明年1月1日之前 完成土地储备以便重新拍卖土地 也有业主表示 如果房屋被拆迁 每户的经济损失达500万元人民币 合共损失将高达数十亿元 报道指这次崔村镇的群体抗议事件 引起当局震惊 未担心事态扩大 消息指出公安已经开始在微信和网络上 删除任何不利于政府的言论 也有多名带头抗议的业主遭到警告 据悉政府打算把土地收回 重新出让给开发商建商品房 崔村镇周边多个镇都在以相同方式收回 这种所谓的小产权房 同样的也都有遭到业主反抗 第70届国际太空大会 日前在美国华盛顿开幕 中国航天局罕见缺席 引发关注 官媒新华国际昨天的报道宣称 中国缺席是因为代表团的赴美签证受阻 中央社指出这篇报道强调 中国是国际太空大会的重要参与方 去年在德国布莱美举办的时候 中国派出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出席 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等公司 也在大会上展示最新的技术成果 然而今年官方的议程表上面 并没有出现预定要发表演讲的中国官员名字 展厅里也没几家中国企业 针对中方缺席的原因 报道虽然表示 国际太空联合会主席 台面上的说法是时间冲突 并未进一步解释 但是有现场人士透露 其实是中国代表团的美国签证 未能及时通过 然而事情的真相 是否就如同中国官媒报道一般 还需要更多消息确认 最近关于南海九段线的争议越来越多 先是有中美合作动画《坏坏蒙雪怪》 以及网易手游《阴阳师》在越南下架 现在又传出中国制汽车有问题 似乎成为中越南海主权的另一场对峙 苹果日报引述越南青年报的消息 有部分出口到越南的中国制汽车导航软件内 居然出现了九段线地图 遭到消费者举报 越南当局后来认定违反国家主权 要求进口车商移除软体 事实上九段线引发的风波还不仅于此 9月初由中国旅行社到胡志明市参加国际旅游展 打算在摊位上发放应游九段线的广告传单 结果当场被取消参展资格 此外甚至由越南旅行社因为疏忽 不慎发放由中国伙伴提供应游九段线的旅游指南 被当局列为严重违规行为并且罚款 这些事件再再突出了中越两国对于南海主权的绝不退让 分别以实际行动贯彻不同的主权主张 美国高盛集团涉嫌卷入马来西亚国家投资基金 一马弊案遭大马检方起诉 路透报导指大马和高盛讨论 以约20亿至30亿美元达成和解 然而这个金额却不到大马原本开口要求金额的一半 联合早报引述彭博报导 内容提到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希望今年能解决此事 派出亲信负责协商 马哈迪想收回被掠夺的国家资金 如果成功收回也有助于缓解马国债务 马哈迪也想借此巩固马来西亚的财政基础 不过该报导并没有提及 总检察长是否将撤销 对高盛获其17名现任与前任高管的刑事指控 马来西亚政府称 高盛以错误陈述误导投资者 忽略于一码公司相关的债券发行的确实情况 对高盛获其3